包括了日南 南韩 日本 香港 美国和台湾都有接连这个登场的大选 而选民手中神圣的一票 已攸关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和稳定 台湾周末的总统大选将替2016亚太区的选举年拉开序幕 全球关注 哈凡顿邮报日文版最近一篇报导指出台湾总统选举政权交替 恐制中台关系恶化 并分析台湾想加入TPP RCEP很难获的大陆承认 这对同样希望加入TPP跟RCEP的日本将造成影响 他特别举例台湾的电子产业不但是日本的竞争对手 同时也是良好的合作伙伴 日本必须关注台湾选情以及选后的中台关系 而今年5月菲律宾也将举行总统大选 目前是三场鼎立状态 呼声最高的女参议员博吾有资格不服的问题 若是他退选将由承诺维持现状的前内政部长罗哈斯 对上立场亲中的副总统毕乃 若是毕乃获胜 中国大陆在南海主权的争议上将取得优势 除了台湾菲律宾外 亚太地区今年陆续还有几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选举 包括一月底越南的全国党代表选举 南韩四月的国会大选被视为明年总统大选的前哨站 日本七月举行参议院选举 香港九月立法会选举 以及十一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选举结果将对亚太区的区域势力平衡有深远意义 记者综合报道